雅加達茨伊 洪水過後 原本的村莊成了一片湖泊 水淹超過一米高 房屋 農田全都泡在水裡 居民被迫往高地撤離 雅加達茨伊 只會在海岸上 因為有很多人 由於排水系統不良 再加上過度的開發 大水一直沒有退去 雅加達茨伊 職工前往彭迪達哈鎮 避難所關懷 立刻架設檢疫醫療站 任意會醫師馬上為災命診治 大多是感冒和腸胃問題 共有119人來看診 孩子有病 疾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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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因為物資提供有限 虛弱的長者和小孩 身體狀況是越來越糟 除了一診 慈禧職工在勘災後馬上展開發放 在鎮長的協助下 挨家挨戶發放物資權 日本的責任 有很多人的責任 因為我們在家裡 都在家裡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 在家裡 都在家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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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放物資 包括了水桶 毛毯 砂籠 毯子 以及乾淨的衣服 正是災民最迫切需要 然後我們在家裡 都在家裡 我們來對話 恭喜 vibran 我們全部人 都謝謝 災民們現在是毅無所有 十分珍惜得到的物資 还有这份最及时的援助 大家新闻安德瑞古纳迪印尼报道